你好,我是匈奴人,川普赢了 川普目前已经获得了277张选举人票 超越了当选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 因为美国绝大部分州都是采取赢者通吃的计票方法 也就是说谁在某个州占了优势 那么这个州的选票通通归于赢者 哈里斯看来已经是失败了 实际上这次选举当中 美国人民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宗教因素 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也就是说基督教徒超过人口的一半以上 甚至可能三分之二左右 虽然说美国人民并不是每个人每个礼拜都去教堂 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对上帝有一份虔诚的信仰 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川普赢得了大选 共和党还赢得了参议院的选举 现在的情况来看 共和党可能也要赢得众议院的选举 当然川普赢首先要归结于川普本人的风格 那就是顽强顽强 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就像他在商业上也曾经经历过大概六次破产 上一次大选他的失败也有一系列的因素 但是不管怎么说 川普的顽强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我以前是曾经在2016年 一直到2020年都是挺穿的 但后来我开始回归一个中间的角色 也就是说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观察 更多的学习从而了解美国 但是这一次应该说我是基本中立 但是我略微有点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因为我希望美国出现一个女总统 但是现在看来美国人民做出了选择 我的基本准则是我尊重美国人民 而且我认为美国人民的判断比我要更正确 因为他们拥有更切实的知识 就是说我看的消息很可能误导我 因为我看的消息大部分来自中文 中文信息就是你如果稍微有点支持川普的话 他很快中文消息就是说把你变成一个川普的狂恶支持者 而如果你要是支持民主党哈里斯的话 那么中文社交媒体也会很快把你变成一个狂热的支持者 对这两种倾向我都抱以高度的警惕 我认为我们华人的确是要想判断美国的政治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毕竟我们对很多东西不太了解 对很多事项不太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另一个参照的例子就是股市投资 我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投资美国股市 结果弄来弄去都不赚钱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炒股的曾经很成功 然后他自以为他了解美国股市 他甚至花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用来炒股 但是到最后他钱基本上都丢完了 他实际上他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的水平 但是为什么他失败呢 我规矩的因素就是说他不了解美国 就是说他对美国的很多信息比较迟钝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了 所以说后来当我有一点钱 我就不自己去投资 我是把它买一些看好的基金 比如说美国的那些类似于美国银行 大通银行还有其他的一些基金 也就是说你付给他们一点钱 或者与他们分享可能的利润 然后这样的投资 虽然你赚不了大钱 发不了大财 但是稳妥可靠 不至于你最后丧失所有的财产 所以说我在这方面的立场 我为什么这次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呢 我在推特上也好 在我的视频上也好 都很少发表对美国大选的意见 也很少做出预测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 其实两方面都很吸引我 我认为民主党它致力于追求进步 而共和党致力于维护传统 现在看来美国人民认为传统更重要 美国必须保持它的一致性 因为美国不能变成委内瑞拉 美国也不能变成巴西 其实美国总统是一个处理不讨好的角色 很多人 尤其是中国人 常常下意识地把美国总统 当成一个法力无边的人物 认为他拥有巨大的权力 其实不然 美国总统处处都是受限制的 就像以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 说美国人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 就是把统治者关在了笼子里 也就是说美国总统的一举一动 都是受人监督的 你只能做对的事情 你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领域里面发表 就是说你的见解 甚至说做一些事情 稍微做的不对的话 你都会受到追究 议会会监督你 你的同僚会监督你 你的下属也会监督你 白宫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实际上都在监督总统 这个跟中国正好相反 中国可以说中南海的人 都是统治者的农产 每个人脑子里的小心思 都是想着怎么样讨好统治者 无底线的讨好统治者 跪倒在统治者面前 为他效劳 从而能获得好处 升官发财 美国人不是这么想 从上次川普的失败 他到了第一任 到最后离开的时候 他的部下有一半以上都不听他的命令 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美国人不是说为了什么升官发财 就能够放弃自己的良心 放弃自己的组建的 所以说美国总统只要做错了事情 你就会遭到惩罚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分析 即便是川普这一次当选以后 他的一些官司仍然会要打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之前 他和他的律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让这些官司拖延到大选以后 因为川普的理由就是说 现在太忙了 要竞选 等竞选完了以后 然后再进行审判不辞 所以说呢 不排除川普仍然可能被定罪 他虽然说现在是当选了 但是呢 他仍然前途上充满警惕 因为呢 如果在他就任总统之前 他被定罪的话呢 那也是一个大麻烦 另外呢 美国公众这一次呢 就是说呢 选择共和党呢 很可能是因为民主党 执掌白宫的时间太长了 我对这个美国共和党 和民主党的理解呢 就相当于 共和党相当于一个严厉的父亲 而民主党呢 相当于一个仁慈的母亲 也就是说呢 他们各有各的倾向 就是说母亲有时候会溺爱 父亲有时候会过于严厉 所以说呢 美国选民呢 他会一会儿选择 共和党人来执政 一会儿选择民主党人来执政 而民主党呢 你看看 从奥巴马执政了八年 拜登又干了四年 也就是说呢 在过去十六年里面呢 共和党人呢 仅仅由川普过去执政四年的历史 所以说呢 这个很多人呢 就会觉得呢 民主党执政的时间太长了 因为美国人觉得呢 如果要是让一个党派执政 时间太长的话呢 美国呢就像就可能像一边歪 讲白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呢 就相当于一个左一个右呢 就像你开车 我们开过车的人都体会 这个方向盘呢 是要掌握在这个你的手中的 要不断的向左或者向右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不能靠近左边的那条线 你也不能靠近右边的那条线 它都有一个底线 当你靠近的时候呢 现在的车子都会向你发出一个警告 而且呢 你还要想方设法呢 符合其他的这个要求 但最主要呢 就是说呢 你这个方向盘呢 要不断主流调节 我认为呢 美国人民呢 在这方面呢 他们有资格来调节 这个方向盘是向左或者向右 同时呢 这次选举呢 川普的成功呢 又给了我一次教训 就是说呢 2020年前以前 我得到了很多错误的资讯 信息 这一次呢 实际上我仍然得到了大量的信息 因为可能呢 是我这个最近这几年呢 开始保持中立态度 而且呢 我的网站上呢 开始呢 我屏蔽一些极端的信息 结果呢 我得到了大量的 关于这个川普的负面消息 他的负面消息也许是存在的 但是美国人民认为那不重要 关键的呢 还在于 这个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呢 因为实际上美国总统 是主要主管外交政策的 川普认为呢 美国应该 就是说呢 不要管那么多世界各地的事情 所以川普执政时期呢 这个坚决的从阿富汗撤退 也没有干预香港事务 现在回头来看呢 对这两个问题呢 大家仍然有不同的见解 就是美国虽然说撤出了阿富汗 但是呢 却使得阿富汗塔利班呢 获得了胜利 而塔利班获得胜利呢 可以这么说 在很大程度上 鼓励了俄罗斯 鼓励了中国 鼓励了伊朗 因为他们认为呢 只要他们像塔利班那样顽强奋战 最终也能获得胜利 还有呢 大家非常关心这个 在台湾问题上 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川普的立场 当然川普呢 不会像拜登那样 明确的支持台湾 说美军要派去参战 也不会呢 就是说呢 对乌克兰战争呢 像过去 拜登政府那样 给予更多的支持 但是呢 其实呢 川普呢 并不是 并没有权力说 有一个大幅的改变 因为他每件事情 他都要考虑 美国人民的意见 他不能在一件 任何一件事情上 走得太远 也就是说呢 他上任以后呢 还会延续支持 乌克兰的政策 只是支持的方式 支持的手段 会有所转变 对于台湾问题呢 我实际上呢 还是倾向于 共和党的立场 也就是说呢 如果台湾人民 能够像乌克兰人那样 坚决抵抗暴政 抵抗中共 那么美国呢 就应该坚决的 给予支持 如果台湾人民 在这方面 体现不出来 强烈的愿望 比如说 纵容像马英九 那帮的台奸 纵容国民党 那些亲共分子 这个搞乱台湾的话呢 如果美国给予支持 那不就像支持 这个阿富汗一样吗 到最后呢 只是把大量 先进的武器 留在了台湾 然后呢 共产党可能 还没打过来呢 或者刚刚开始打 然后呢 台湾就乱成一团 难道让美国 派出军队去台湾 直接跟中共作战吗 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当然呢 川普呢 提出台湾要付保护费 实际上呢 这个做法呢 这个说法呢 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世界上 没有免费的午餐 台湾在过去 几十年里面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保卫自己方面 花的这个 这个投入的太少 如果台湾像以色列一样 投入大量的这个金钱 投入大量的精力 建设一支强悍的军队的话 我相信中共根本就不敢 这个去威胁台湾 如果台湾要不向中国投资的话 中国的GDP可能现在只有一半 因为中国经济可以说 有半壁江山 都是台商 替他们打下来的 台商呢 虽然赚了一点钱 但是呢 却壮大了中共 所以说呢 这些都是经验教训的 都要总结 另外呢 就是香港爆发讨薪潮 这个呢 让我看了都非常吃惊 因为这个台香港的建筑工地 居然有大批的工人 在那地方游行示威 拉标语 要讨还欠薪 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 欠农民工工资的 只有中国这一家 没想到这么快呢 这个做法呢 就延续到了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香港失去了民主 失去了公正 这就意味着说呢 香港的那些商人呢 就有了空间 他们就可以跟权力行租 他们就可以贿赂官员 比如说你要是本来呢 如果你欠薪的话 可能遭到严重的处罚 让香港的这个商人 建筑商不敢这样做 但现在他们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香港政府的某个官员 可能关系密切 甚至有可能是亲戚 他就敢这样做了 所以说呢 香港的这个中国化呢 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太快了 当然呢 现在的这些老板呢 拒绝给薪水呢 可能也面临着困难 因为香港经济呢 正在美矿一下 就在这两天呢 香港股市也在大跌 因为香港的经济呢 它本来呢 就是依赖于国际社会 依赖于它的自由程度 当失去了自由的时候呢 香港的经济呢 肯定会日益糟糕 这个呢 都是难免的 所以说呢 香港以后呢 只能更加糟糕 更加混乱 或者说呢 几乎呢 就跟这个深圳广州一样 迅速的这个冷落 明镜广州一样